全球现场带来关注是美国五角大厦泄密案 因为大批机密的情报外流 让华府跟美国的盟友都非常的难堪 目前涉嫌泄密的嫌犯是21岁的麻州空军国民兵 他已经被逮捕了 而且他在台湾时间今天是首次出庭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返回美国前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不过现场记者也问拜登这项调查还要持续多久 拜登很无奈表示不可能预测调查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 但他不认为这会花很长时间 并指出了调查进度应该已经要接近事实的核心了 巴西总统鲁拉12号到15号到中国大陆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昨天下午呢大约是四点半左右 他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了共同 建签了这个签数贸易投资 创新科技等等多项双边领域合作 而且还发表了多达49项的中巴联合声明 那习近平呢 先是向鲁拉表示了热烈欢迎 称鲁拉是老朋友 而且呢慰问鲁拉的身体情况 接着表示了中巴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等等 中方愿意同这个八方呢一道 一同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 来听听看习近平的谈话 鲁拉总统先生访华 在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 再次见到老朋友 我感到十分亲切 我愿同你一道 从战略高度引领和开辟 新时代中巴关系的新未来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新品提到了 欢迎更多巴西优质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 并指出愿意积极与这个巴西 来探讨共建一带一路 与巴西再工业化的战略对接 鲁拉则是说自己相当自豪 第四次来到中国大陆访问 双边关系非同寻常 那么呢同时他也强调了 八方希望两边关系可以超越贸易 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巴西 跟中国来发展关系